接着也是凸透镜的成像 但是画图 有图 历程拿透镜 至于五公分 看到这个结果 请问你这样这样这样 这个是什么像 正立导立 正立 放大缩小 放大 那你就会知道它跟实相虚相 所以只有凸透镜会成放大 凹透镜只有缩小相 所以答案不会是凹透镜 一定是凸透镜 然后这里是正立 放大然后你知道它是 虚相 那么教程正立放大虚相 要在焦点内 要小于焦距 所以五公分就是小于焦距 那五公分 小于焦距就大于 五公分 所以我们答案要选焦距大于 五公分的凸透镜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A OK吗 OK 来 这边有两个蜡烛 放在这里 然后会成什么像 这里除了有所谓的正立导立 放大缩小之外 还有所谓的成像性质 无限远在焦点 两倍焦距在两倍焦距 焦点在无限远 还要抓一个成像的位置 对不对 回到位置对不对 OK 来应该长成谁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 就是我们前面写的所谓的 那个 我越靠近焦点的时候 像就会越后退 在焦点以外的状况 越靠近焦点的时候 像就越后退 所以小蜡烛更接近焦点 它的成像应该在更后面 应该在更后面 于是你就会知道有些答案是不对的 当然还在考虑是正立还是倒立 放大还是缩小 然后知道成像怎样 OK 可爱小女生 你这个号没有 四号没有 十一号有 我知道 然后选的是谁啊 C 你选的是C吗 请坐 刚才已经跟你讲 要成像位置 然后根据前面焦的 雾在无限远 像在焦点 雾在两倍 像在两倍 雾在焦点 像在无限远 所以越靠近焦点 像就越后退 小蜡烛更靠近焦点 像要在比较后面 buck的地方 所以A跟C都是错的 A跟C都是错的 然后呢我们前面讲过了 上面画什么 一侧见大 同侧见小 你越靠近焦点 像就要变得越大 所以要放的会更大 然后它会成为一个 越来越放大像 它成为一个放大像 所以b就错啊 b那是缩小像啊 不可能嘛 所以答案就选了是猪 然后就选了是猪 OK 图示法考你 这个也算图示法考你 但是要多考一件事情 正立倒立 那个倒立会怎么样 上下会颠倒 左右会相反 然后还是那句话哦 这个理化从哪边看到 是写理化 是从你现在眼睛看过去看到的是理化 还是凸透镜看过来看到的是理化 那答案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样子看到的 让理化穿过去 然后透露会成像 然后它放在的是焦点跟 两倍焦距间 然后它会长成两个样子 显然这个图上面并没有显示出 放大还是缩小 但是会有正力还是倒立 那如果倒立 上下会颠倒 左右会相反 就跟你们选那个显微镜一样 OK 这要选的是谁呢 29号 没有29 24 24 24是谁 猪啊 起立 猪啊 以上下要颠倒 左右要相反 然后所以答案就选出 这个图上面并没有显示出它的放大跟缩小 全部都一样大嘛 所以没有放大缩小的状况 只有是我们做的 有关于凸透镜成像的问题 应该不难 把该记得记好就可以了 OK吗 OK OK